拿下口罩 脸上竟然还黏着另一层口罩 而且这个口罩还将嘴巴部位打开一个洞 重庆一所大学 女同学犹如刚做完医美手术一样 幽默面对例行核酸检测 头戴水桶 男子规规矩矩排队检测 热了海溃 转开头顶上的瓶盖 节俭闷 通通风 这位身在疫情重灾区的吉林大爷 不输给年轻人的发挥创意苦中作乐 在吉林全面丰盛之下 疫情依旧严峻 继3月1日以来 吉林省的确诊人数已经破万 而面对95%都是轻症感染者 吉林也持续搭建方舱医院 截至昨天早上6点 已由5所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正在改造中的方舱医院还有3所 可新增床位7000张 另外 疫情处在高峰期的香港 16日再新增3万例确诊 目前死亡个案已经累积4847例 越超大陆的4636人 3月11日到开始 就属于一个高位的平台期 就是一个平台队 不见到再有明显的下降 所以这个是现在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定不可以放松的原因来的 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的香港 原本医疗体系润利着严重不足 现在又因为深圳封城 导致棺木供应暂停 数以千计的遗体无法如期火化 对此 据香港电台报导 在港府请求北京支援之下 预计3天内就会有约180副棺木 分别有水陆两路 紧急抵杠 记者谢韩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汪汪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